这是小学堂 马上带您来关注 先前五一长假的时候呢 包括在中国啦 韩国 甚至是日本 其实蛮多地方呢 大家都有放松的迹象 而且在中国还出现了 像是所谓的暴富性旅游 就是我先前没玩到的 我现在要加倍奉还 但是这换来什么呢 恐怕变成疫情的反扑 我们今天就带您来看看实际的个案 因为呢 现在在中国 中国的吉林省吉林市 苏兰市都传出有 这个确诊的个案 而且呢 还有这种 一传二十二的恐怖个案 那这是来自公安局的 一位四十五岁女洗衣工 她呢 就是这个主要的传播链的上游 然后她一个人呢 传染给二十二个人 而且这二十个人当中 还包括一个 是来自其他省份的 那现在呢 吉林市就已经宣布 他们要进行一个封闭管理 而且管制非常的严格 你想要离开吉林的话 必须要先自费 进行病毒的筛检 呈现阴性的话 你才能离开 那其实除了在吉林之外 我们也看到哦 有一名约犯毒王 这个约犯毒王呢 他实际上其实也是被 这个洗衣工给传染的 然后呢 他可能不知道自己生病了 在五一假期期间 到处约朋友聚餐 短短三天传染给五个人 那现在呢 他的足迹又无限的往外扩大 所以吉林才会赶快 紧急封城来处理 那除了中国之外 我们也马上带您看看韩国 韩国呢 先前也放宽了 这个有关的相关措施 好 结果我们看到哦 离泰院 好 这是首尔当地 一个夜生活圈的地方 就传出有夜店 造成了群聚感染 而且短短一周之内哦 确诊数就已经飙升到 一百一十九例 那现在甚至还传出哦 有一名补教老师 他也是到了夜店去 这个补教老师呢 后来传染给八个人 包括他六个学生 还包括他的同事 跟他的奶奶 那被他传染的 这两个学生当中呢 他们曾经有去教堂做礼拜 然后呢 这个教堂里面 加起来有上千人 哇 这可能会造成 后续有一些 社区传染的风险 好 所以说现在南韩 在离泰院夜店案 这部分呢 是要赶快加紧疫情调查的 那除此之外哦 有人没有到过离泰院 的这个夜店 但是他也生病了 他呢 只有去过宏大 那这个男子 他实际上是一个替代艺男 没有去过离泰院哦 但是他也确诊了 来源不知何处 所以现在专家就说 这有一点点 令人感到担忧哦 表示在南韩 可能就零号病人 不止一个 早就在很多地方 有群聚感染 而且在五一假期期间 突然一次并发开来 好 那看完了 中国又看完了 韩国的例子 美国确定要在这个时候 逐渐放宽 他们社交距离 社交限制吗 我们看看啊 企业想拼复工 川普当然举双手赞成 因此特斯拉的这个老板 好 马斯克 他就说 他希望可以赶快复工 因为他在加州有工厂嘛 可是加州的这个车厂 实际上我们看到加州疫情是蛮严重的 所以加州呢 是不准他们复工 那马斯克他就在推特上说 我就是要开工啦 那假设你今天要逮捕谁的话 就逮捕我好了 好 结果你看看 现在川普力挺马斯克 说加州现在就该让特斯拉复工 来说now 这个now还都写大写 表示他是非常强硬的 要求加州应该让特斯拉复工 但是除了复工之外 其实川普呢 他也希望体育赛事应该人满为坏 他说我们看到像是这个大联盟啦 美式足球啦 这些不是都是应该要大家人声鼎沸的 这才是体育赛事该有的样貌啊 可是呢现在疫情期间逐步的想要解封 可是解封之后又是打闭门赛 没有观众来看 那有什么意思呢 他觉得这跟他想象中不一样 好 所以他说体育赛事就该满场 可是呢总统登高一呼 那是代表要解禁了吗 好 佛气马上就泼他冷水 说太快解禁后果很严重 因为美国现在根本还没有准备好 疫苗都还没有开发出来嘛 所以川普这样子实在是太过乐观了 好 那其实有两个例子 我们带您来看是可以佐证佛气的担忧的 这个是华盛顿大学哦 他们定期的都会利用一些模组去进行预测 那先前呢他们有预测哦 截至八月初 美国的总死亡人数应该会有八点二万人 后来呢曾经有下修 不过实际上的情况是 现在美国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八万 然后呢上周的时候 他们就把这个数字上修到十三点七万 结果你看哦 一个周末过去 本周他们又把美国的总死亡人数预测 又拉高到十四点七万 短短几天而已耶 直接就拉高了一万以上 好 为什么会这样 理由是因为有很多周 并莫的人数爆炸性的增加 再加上因为现在美国不是有宣布吗 三阶段的逐渐解禁 然后三阶段的恢复正常的生活 这也导致美国有很多疫情 可能又开始增加了 好 所以这是他们提高死亡人数的原因 再来还有一个 美国的一个媒体NBC 他们就取得了白宫内部的密件 那这个秘密档案呢 是只有白宫内部人士可以看到的 总之他们就是把它揭露出来了 那这个秘党里面就有写到说 美国九个州跟华盛顿特区确诊数 在五月的第一周以前 都是往上提升的 其中在堪萨斯州 还有田纳西州有两个县 新增病例的这个比例 居然是高达12% 哇 这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显然美国想要赶快恢复 原先的生活 也不能操之过急 那我们再来看看 是不是美国现在也要究责中国呢 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喊很久了 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单位 叫美中经济安全检讨委员会 现在就指控世卫 他们写了一篇文章骂世卫组织 说世卫组织就是把台湾排除在外 然后呢疫情通报又很慢 也没有赶快告诉大家怎么防疫 所以才会害全球29万人丧命 中国必须负责 那再来就是说 共和党有一位参议员 他同样也是 他说他要提出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呢 要求中国要全权负责 如果中国不愿意针对疫情负责的话 那他们将会授权川普可以去制裁北京 好 手段有哪些呢 包括可以冻结资产啦 还有禁止相关的一些中国旅游团 到美国去旅行 或者是说我干脆就不让你中气 进来我们美国了 好 那这些部分呢 都是未来有可能会实施的一个制裁手段 那接着我们就透过报道带您来看看 美国现在疫情既然还没有完全的趋缓 可是白宫内部 大家却不太愿意戴上口罩 特别是川普自己 而且连发言人都没有做好示范 武汉肺炎入侵白宫 贴身幕僚确诊的美国副总统彭斯 终于戴起口罩 并与总统川普保持距离 白宫一片风声鹤唳之际 有美版女战狼之称的 白宫发言人麦肯内尼 却被媒体直击 戴口罩做半套 口罩戴一半一边走一边飘啊飘 错误示范被执意难不成 美女发言人太想露脸轻呼疫情 强调保持距离也很重要 毕竟武汉肺炎已在全美夺走 超过八万条人命 但坏消息还没完 最新预测显示到八月第一周 美国死亡人数将冲上14.7万人 这数字比4月29日的预测 要多出超过一倍以上 专家忧心现在就解封 只会让更多人死亡 美版陈时中佛气也再一次大声疾呼 急着解封后果只有更惨 在一片向往重启经济的声浪中 洛杉矶郡就坚持未来四个月 仍要严守居家隔离禁令 就是怕专家门的警告 并非其人忧天 而是提前敲响的警钟 下来新闻我们到 下来新闻